好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园警下车 对前方轿车展开围捕 随后冒出阵阵白烟 该名园警疑似重担倒地 但依然开枪回击 吓得周围车子立刻开车离开 桃园市桃园区一名阳性男子 开车前往桃园警服派出所 持震爆枪朝着大门狂开枪 然后开车逃逸 像开枪一样蹦蹦蹦 差不多有十分左右 很多警车在这边冲来冲去 冲来冲去 园警听见枪声立即冲出歹人 与嫌犯在永安路口爆发枪阵 双方互开十多枪 过程中一名二十二岁 蔡姓远警的肩膀 遭嫌犯开枪击中 最后警方透过夹击 在永安路巷口将嫌犯揽下 逮捕归案 本分局两辆警车夹击拦阻 将阳性犯嫌弃弃捕归案 并起出两把手枪 一把冲锋枪 警方初步调查 嫌犯疑似遭到追击 加上对警方积怨已久 心生不满才犯案 警服派出所大门出现八个弹孔 剥离全碎 重担远警受所肩创伤 已经送领口长庚医院治疗 嫌犯则因为穿着防弹背心 重担之后只有背部红肿 详细案情带进一步厘清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